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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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海岸知生 今天特別高興邀請到兩位來賓 到我們節目裡面來 一起來探討 我們原住民青年返鄉務農的這個議題 我们都知道文化要被实践 非常需要两个元素 第一个是它要有场域 第二个是它要有人 这样文化才能在生活当中被实践出来 这次台东县政府特别推出了 半农半差的一个创意工法 来鼓励部落的年轻人返乡务农 那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来做一个深入的讨论 那在节目讨论之前 我们先介绍到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原住民行政处处长 大家好 我是台东县政府原民处的处长吴慧琴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安硕部落的樊永忠 好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原行处的处长 还有我们部落的有为青年 樊永忠也是我的部落的一个大哥 一个学长 那我们在进入议题讨论之前 我们先看一则相关的报道 我们在进入议题讨论之前 我们在进入议题讨论前 猛男猛夫帮的帮长加油 我的最强竞争对手 高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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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得30万 还是高时中 支持付你这一张 就是我 猛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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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阶段完毕要塞一个 五个完毕要塞两个 唉 真的钱很难拿 这是报名商家 这个报名商家 什么酒的特调部分 我有想过说 如何去拔一些 可能可以带到高山上的地区 那如何去做一些 减少人力的改良 我很想要回去 趕快弄一个实验田 就是弄一个 弄一个就是 往事或者一个温室 然后怎么样子 把山水过滤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方法 回去跟老人家讨论说 我们可不可以开辟一个环境 然后让我来做看看 整个部落就是一个 大家庭要大家一起来赚钱 我对这一份 现在回想这个冲动 到现在都还是很 我的心还是满满的 所以我很想要做这一块 当然是先把自己弄起来 跟上他的步伐 对不对 先跟到他的那个程度 大家再带会比较好带 然后到时候 大家就想法会更多一点 他是我们这一班最小的学员 对 从小开始训练 以后才会知道要怎么走 我们希望说 现在已经不是在走个人化 小书 或者是整个小区域 现在走的是团结结合 或是联盟 当我们起来了 我希望说大家一起跟着一起来 把部落整个产业面都整合好 才是现在我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产品就是友善 那你友善 无赌的话 安全的话 你产量也有 他也可以带动其他的人 进去产业 为了部落好 拜托 恳请 熊 我一定 凡事用心 做到最好 阿蘇蘇加油 对自己的转换就是 我希望是一个部落的推手 哪一个成功的人 不是从那个有机会开始 就对 让所有的人有 在市面上能够得到健康 而且我们可以帮助更多部落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把台湾族的 琉璃珠的秘名 交到 用小米酒呈现出来 把路打开了 大家一起走 follow me 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 节目里面来 今天非常荣幸 可以邀请到我们 台东原住民行政处 应该是台湾首席的原住民的处长 因为台东毕竟是原住民的大县 那第二位是我们凡事用心的达人 阿中 阿中大哥 那我们 在进入这个讨论之前 我想说先请教我们处长 刚才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片头 不是片头 前面里面的一个新闻里面 有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半农半X的一个创意工坊 那可不可以在节目里面 可以跟我们全国的观众来分享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idea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半农半X的创意工作坊的计划 那其实原来这个想法是从一个日本人 岩剑职记那边所提出的 其实最主要是那个概念是说 我们可以一方面来种植小米 红梨 蔬菜等等农作物 来获取我们安全的粮食 因为是毕竟是自己种的 是比较安全的 那另外一方面是可以供应我们生活的所需 那在另外一方面是 X的部分就是借由天赋予我们的一些才能 一些专才去从事 让它取得固定的收入 当初的半农半X是这样的 是由这个日本人来所提出的 那在我们这个小米计划里面 我想说 其实在部落里面我想说 虽然半农半X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一个方式 可是对于我们在部落里面来讲 其实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用半农半X 像今天来的泳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也是种植小米跟红梨 那一部分的时间 它也去做阿朗伊古道的导览的作业 所以我们想说 又借由这样的方式 来做这个半农半X的创业工作法 所以处长意思说 这个半农半X 农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这个X可能是它在生活的产业里面 它可能还有别的一种 工作的兴趣还是其他层面的发展 然后来搭配农业一起来把它整合起来 没错 这个意思 那这样台东县政府原型处 针对这样要推的这个概念 这个理念 你们大概期盼 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再来 为何要选这个 我看这个影片里面 大部分都是南回的青年 那这样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选择这个半农半X 其实我们想说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做这个小米示范区计划 选定南回嘛 那南回区域 其实我们想说 主要也是要吸引更多的青年回乡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半农半X的计划 藉由现在已经原来有从事农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南回四中 还有一些青年已经在从事农业的 这些乡亲们 然后藉由他们的发挥他们的长才 然后我们再把它藉由送他们到去做训练 比如说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送他们到那个 屏冬科技大学做五天四夜的一个训练课程 让他们在原来就有一些农业的基础之下 再去学习第二专才第二专场 让他们可以 也可以增进他们的一些农业知识 那些藉由他们再回来到部落的时候 他们可以再发挥他们 把他们原来的手学的知识 跟他们专场可以发挥到更好更大 那厨长能不能再稍微简介一下 我们刚刚看影片里面有特别听到吗 你们是从十位里面 现在第一次评选出来五位 然后这五位里面又要再评选出来 最后的三位 然后很像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补助 那这个整个一个机制是怎么样子去筛选 然后筛选出来之后 这三位是怎么样去培训 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实当初报名的其实不只只有十位 是从十几位里面我们筛选出十位 然后有层层的从他们 我们做书面审查开始 然后他们来一一去做简报 然后我们来一一去做面试 用这样的来审查方式选出十位 比较适合这个办农办X工作坊的成员 来去送到那个评农科技大学里面 等一下评农科技大学的五天师爷 其实等一下可以借由永中来去做 做那个分享 对 由他来分享这五天师爷 他们学到了什么 那我们想说借由这样的老师 也可以帮忙去做评比 这十位里面到底有哪五位是可以适合未来 我们要送他们到各个 以他们自己的专才 他们有兴趣的专才 让送他们去那边做拜师学艺 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想说借由那个老师来评比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部分以他们的猜情 因为我们想说借由这样的方式 因为我们希望是说他能够很尊重这份 我们送他们去训练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可以 让他们学可以学得更多 所以含他们一些态度跟猜情 都包含在这个里面去做评选 之后就选出这五位 然后送去依他们自己有兴趣的地方 其实这五位有五个 大概就是去打那一鼓 还有就是周竹园 还有一个条9的是做去圆坠 那还有是去接待家庭去里那里 另外还有一个是到哪里了 大王菜铺子到花莲的大王菜铺子 都是依他们自己想要手学的 去增长他们的第二专才 来去设置我们就是我们县政府 去做媒合的动作 协助他们去到这五个地方 去做拜师学艺的 其实刚听处长讲你们送去的这五个地方 其实也都是现在部落非常新兴的一个 类似像观观的一个产业 部落的一个产业 对 好那我们再回到 就是请教那个 凡事用心达人阿忠 那你这个半农半X 那农当然是很固定的嘛 那我们讲说X这个部分 你自己怎么去界定它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 这个X的部分 好 因为我目前正在做 现在正在做阿兰伊古道的解说员 导覽解说员 然后我是想说把阿兰伊古道的客人 顺便也带进部落 然后让他们去体验部落的生活 去体验部落做农的 农事方面的体验 然后也可以提供他们一些住宿 还有提供他们一些原住民的餐点 让他们就是 让部落整个活络起来 就像你这次投入这个计划里面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你是被指定到哪一个 大王菜部 对 如果你过去在这个五天试验里面的受训里面 你希望可以取得什么样的经验 然后再回来检视 你部落里面缺少了什么 你有没有先做这样的一个功课 因为大王菜部只 他只是说一个 他那时候就是想要给自己吃一个无毒的 无毒的蔬菜 一个无毒的食材 然后渐渐的他就 把整个 就是好像把整个部落的农产品一起推销出去这样 然后连餐厅啊 导览啊 旅游住宿 全部串联起来 就环绕这个无毒 无毒有机的植物的栽种 对 他是以这个来做核心 我现在想要做的也是这一块 我想要把部落所有的农产品就是 用这种天然的方式 没错 来去种植 然后来分享给大家来吃 的确啦 其实这样的理念跟这样的想法 跟我们现在实案这个问题 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形式 那我在想说针对县政府 他这样的一个政策 鼓励青年返乡 那你觉得这次台东县政府祭出这样的一个 半农半X的一个计划 你觉得会吸引到部落的年轻人吗 应该是这样的讲 其实我们当初设定这样的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他们原来就已经在做半农的这个工作了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送他们去做拜师学院 以他们为作标杆 希望能够让以他们为作一个模范 然后也吸引更多的青年能够回来 那当然其实像永中自己在 我们在另外一个 一样是青年返乡的计划里面 也有一个是青年农学实习营 里面其实永中也自己也介绍了很多 他们自己部落的族人来参与这个计划 所以其实慢慢应该 我相信这个会影响到其他的青年回来说 其实他们在部落里面简单的生活 一半过简单的生活 一半做他们天赋的专才 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在部落里面生存的 那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再请教我们阿中 就是之前很像你有考上原住民特考 本来应该是平平安安顺顺的当个公务人员 那你突然这样毅然决然放弃公职 然后返乡务农 你当初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 那再来就是你在这一段摸索的过程当中 从零到一 你碰到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境 然后是不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 为什么当初考上公务人员之后 会把他毅然决然就把他辞掉 因为可能是原住民天性 不喜欢被绑住 我要是当公务员的话 我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坐在办公室 对啊 这跟我的个性 还有人生的规划 有一点出入 所以我想说 因为我想要 想要回归到 回归到部落 然后只是拿个锄头 拿个镰刀 然后在田里耕作 这是我以前看到老人家的生活方式 对 所以我很憧憬 我很向往 所以我就说 那我就来做吧 我就把公务员吃掉了 我就去夏田去工作了 就这样 那你在就是放弃公职 然后来务农 从一开始到现在你有这样子一个 算还不错的成就 那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新路历程 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做分享一下 当初真的 做这个想要做农 真的是被部落的长辈 骂的 被骂的臭头 就是说 这么好的公务员不做 为什么要回来务农 为什么要回来务农呢 可是 就真的只是一个理念而已 就是想要做农 当初要做农的时候 什么也都不会 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域是完全相符 完全背离的 就什么都不会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到台东改良厂 这个我有空我就去参加 就尽量去参加 政府单位办的一些活动 座堂 座堂 或是研洗之类的 对 还有 多认识一些农友 因为农友可以给你很多在食物方面的经验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是 所以就是说 其实这个也是要透过学习 那当然我们真的 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很会 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专业 他一定经过一定会经历过失败 然后或许失败完之后 你稍微有点平庸 可是接下来的路应该就是出色了 那其实说穿了就是你要 让这些客人的食衣住行 在这个两天一夜 完全在 在你这样两种不同的行业里面 就把它绑在一块 然后进而来创造一个部落的一个 观光产业也好 还是部落的族人 有在这食衣住行各分类的一个生计的 发展的可能性 那其实这样是一个很不错的idea 那我这边再就教一下我们助长 那现在推这个半农半X 你们现在已经执行到 大概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其实从三月份 我们开始去做征选 然后办说明会 然后四月份先送他们去平科大 去做五天四夜的农事训练 然后接下来从六月十五号 因为已经选出了五位 选出了五位 然后送他们去送五个地方 去做拜师学艺两个月 当然为了让他们这两个月 能够很专心的学习 我们这边会去帮他们 去支付他们这两个月的薪资 让他们可以很放心的 在那边拜师学艺 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 希望他们能够竭尽他们的所能 在这两个月期间 学到他们该学的 一些各种方面的一些 所以也会 这评选出来的五位 这个我们讲青龙 是 他也针对他个人的兴趣去 是他们自己建议的吗 还是是你们 是由原型出去 特别挑这五个场域 推派他们出去的 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想的 有一些是我们想说 因为我想说 既然要送他们拜师学艺 我们希望是说 是找那些工部门一些 资源放的比较少的这种企业 是自然生成的企业 因为他们才会有 他们更多可以学习的 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经验 那我想如果说 都是政府预助的那些 那些单位去的话 其实他们学的还是跟 还是学习到政府的一些 那种方式 所以我们想说 把他们送到 有一些是工部门 比较少预助的经费在里面 让他们可以去学 是一个私人企业的概念去学习 用这样的方式 好 各位观众 那在我们两位来宾 这一段的节目里面 大概我们针对这个 台东县政府原型处推的 半农半X这样的一个 idea 观念 相信大概大家有一些理解 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 我们节目里面来 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个 青年返乡务农 还有我们这次台东县政府原型处提出的 半农半X的一个这样的概念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好好的来做一个讨论跟分享 那接下来 那继续救教我们处长 那因为我们知道台东地区 人口外流就已经很严重了 更何况是部落 我相信部落的人为了一个最基本的生计 不得不到大度会里面去磨求这样最基本的一个 而生计的满足 那就站在你是一个我们台东原住民行政处里面最高的一个首长 针对现在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县内境内的这个就业概况 以及就是说你们推了这个就是除了推这个政策之外 有没有去观察到还是有没有实际的数据可以呈现出来说 现在部落的年轻人有慢慢回流 然后在务农这方面的人口比例是不是有在增加 这样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其实在台东这几年我们先以台东的整个的产业发展来看 其实台东这几年的服务业观光产业还有饭店业其实是 是越来越盛行是越来越好 所以说我们先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饭店业服务业观光业其实都有需要有一些人才 在这个里面来去做工作 那当然这个就可以吸引到一些我们的部落的 女区在北部的一些乡亲能够回来来这边工作 那当然以务农的方式来看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还没有做一些正确的数字 那可是以这次在南回的小米这示范区计划里面 从我们去做说明会 然后去做一些推动 然后做一些 其实我觉得部落的青年慢慢有很多有返乡的 一个慢慢有返乡回来 有这样的趋势 对对对 那在另外这个半农房X的青年农学实习营里面 那个也是针对20岁以上的青年 我们也要选出10位送到产销班 让他们去从认识小米耕种播种耕作 然后甚至到赶鸟到后面收割 慢慢去接触 让以前没有从事务农工作的这些乡亲朋友们 能够也来认识一些农作 那这里面就有非常多是青年有返乡回来的 那我相信说借由我们这一次这样的小米示范区的计划 我们希望 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能够 借由这个计划能够带动更多的青年能够回来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是说 不管是在这个小米示范区计划里面 也可以结合部落里面的农特色的一些产品 还有我们的生态资源 还有我们的文化资源 其实这都是可以相互结合 做一个在部落里面做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一个产业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 例如说你要鼓励部落的人回来 现在你们原住民行政处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针 还是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平台 可以透过电视里面让想要愿意回来 而务农的青年或是回来部落发展的人 我有一个窗口 还是这个很具体的一个政策 让我知道我回来 我马上就可以到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寻求这样的资源 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 你们有没有设计这样的一个政策 还是一个配套措施 应该是这样子讲 在我们自己原民处这里本身 现在目前在执行的业务 除了这个办农办X之外 还有我刚刚另外提的一个青年农学实习营 其实后面还有一些配套是 有青年创业的贷款 那还有就是 其实在台东还有一个是专为我们台东 涉及在台东的人 市长插换一下 这个青年贷款 这个涉及到钱一定要跟观众讲清楚 它有什么样的资格条件吗 其实这个青年贷款大概 像我们一个青年创业贷款 它最高的额度是200 那年龄大概是20岁到45岁的年龄 来申请 那它利率是 前三年的利率是只有1%是很低的 那这是针对一个原住民的青年创业 它只要让你去先上课 去实习几个小时之后 那再提报计划就可以申请这个青年创业贷款 就可以申请这个创业贷款 200万 对 那另外 它有没有什么限制 说例如说你不可以有什么不动场 还是说 当然公务人员一定排除 对不对 工人员一定是排除的嘛 那有没有限定资格啊 例如说他自己本身 例如我可能在别的银行 我还有别的贷款 这个有没有冲突啊 这应该是没有相冲突的 因为你就是需要这笔资金来去做创业嘛 如果说你有太多的限制 当然就不能有 你就根本就贷不到 到时候人家会 就会讲我们说 我都看得到吃不到而已 那单薄品呢 有没有单薄品 呃 单薄品 这个应该是没有 是没有 哇 这么好 那各位观众 我们处长 这个政令先导 其实部落是有机会的 你看现在有200万的资金 可以来试看看 那另外其实在针对台东 涉及在台东的一些 20岁到65岁的 不管是个人也好 企业也好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台东县政府有一个繁荣家园的贷款 这也是免担保人 免担保品 最高 那个就不限族群了 最高额度是10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可以 青年去做创业的贷款 我们知道喔 不管你要从事 只要你要从事这种所谓 自由经济市场的活动 基本上资金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原住民的困境就是 都没有这个资金 就像我想卖一个烤肉 我最起码要先有设备 可是我从没有 不可能拿着一颗石头 然后就直接起火这样卖嘛 你最起码还是要一个 最起码的一个资金 那一开始 我相信资金也是你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错 这样走过来 你那个资金有没有出现困难过 还是你怎么运筹帷 把它度过难关这样子 资金的问题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土地 一开始就已经荒废很多年了 粮田都已经变成荒废的荒田 荒田 对啊上面都已经长满树头了 所以一定要用重型机器去整理 以我的经验 一分地的话 你就大概要花个三四万去整理 去整理 对去整地 然后一开始的资金怎么来 真的是要跟老婆大人勤款 这个是这个 一定要 一定要跟老婆大人 两个人 要先沟通好 对不然的话会闹革命 这个是真的 是 后来后面的话就 可能就是 真的是跟亲朋好友去借了 那你在工部门这边有寻求过什么样的资源吗 因为我 对工部门这一个方面 比较陌生啊 可能我们公所他 政令宣导的也不太够 所以我都是以自己 自己去 自己身边的资源 对自己身边的资源 从来也就没有去寻找到 那个政府单位的协助 然后后来自己慢慢把自己先壮大了之后 政府部门就会看到 被政府部门看到之后 政府部门才会 来协助啊 是这样吗 其实你看喔 就是 就是不具名啦 有一个立法委员 他最近很像在起草 是不是有可能设计一个原住民银行 就是变成我们的 我们的这些 这个金融界里面 也有专属原住民的一个银行体系 那我觉得说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问题啦 要做容易啦 你没有钱 真的是什么都不好做 像阿忠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回来可能是 跟长辈借也好 还是去跟老婆 请老婆的吃饭钱拿出来 那其实在某种程度 很冒险欸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个做农 真的有时候就是看天吃饭 应该还要再注意到哪些细节 想要返乡喔 真的 不是一个口号 真的现在 台中县政府 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说你一来的话 就可以去 刚刚处长讲的那个 200万的贷款 那个是其中之一 保证人是处长 第二个就是那个青年农学的那个 他不但让你去学东西 然后还给你 还给你薪水 不像我那时候自己做的时候 自己掏腰包 自己掏腰包 然后也还没有人去关心你 啊长辈在旁边也都 人眼旁观 人眼旁观 这个是比较难听一点 就是 他也不会去帮助你 也没有给你 一些知识啊 什么经验的分享 不过现在这个县府 他办这个青年农学 又把你送到产销班 然后产销班的班长又会教你 然后又会有一些 改良厂的专家博士 去给你辅导 然后又给你资金 要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 这对我来讲 我 我 看得出来喔 其实阿忠是满怀着这个 感恩的心情来上这个节目 因为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曾经是 一开始是自己单打独斗 一直到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 认识到我们原型处 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刚好他 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感受 比较相信 从他的原意里面就表露出来 所以可能这边我们也要先给处长 一个帐 其实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我现在部落的人 你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大家开始慢慢也有感受说 其实我们来朝这一块 一方面 把自己的家园守护好 第二个我们种植 我们自己心安的食品 然后自己用之外 还可以再透过这个 宣服也好 还是你们自己找出来的平台 透过这样 或许收入不是那么多 可是要自给自主 最起码应该还算是 可以啦 我不敢说称不上说很稳定 最起码还可以啦 至少有东西吃 生活还是过得去 那 你现在部落里面 如果假设 你是一个先驱嘛 你 如何去感召这些部落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回到 像有一些年轻人回到部落 他也真的没有方向啊 而且你也知道部落也没什么娱乐 大部分就开始被子就拿起来了 对不对 开始做这个复健的动作 对不对 那你如果怎么去整合这些部落的青年 还是说 你会用什么方式去鼓励他们 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来从事这一行 其实我一直都是单打独斗 然后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 然后现在县府也办这个活动 所以我邀请了我们部落的几个年轻人 我说你们在外面做 赚的也是刚好打平啊 我说你们又顾不到部落的老人家 那你们干脆就 刚好县府有这个计划 你们就回来做 试看看 然后 我们产的东西 之前我都是 怎么讲 就是 亂卖亂卖 有人买就卖 赶快卖 可是现在我们 所以赶快换取现金再加 可是县府 县府又有办一个什么合作品 合作社 在南回四乡镇设一个合作社 到时候我们的产的东西 全部拿去给合作社 相对这个稳定就出来了 对真的稳定性出来 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机会 这真的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说 我们一起来做 我们来成立 我们先把我们安硕这个部落 我们先成立一个小团体 我们小团体再加入到我们 纳入我们这个县府这个 南回四乡镇的合作社 然后我们应该 我是蛮看好这个 县府这个计划 对 其实 的确啦 我们听阿忠这样在讲 很像很轻松很简单 真的你下去耕田 你要享受这个 这个阳光 你要忍受这个阳光 还有每天这样一种很 很固定的生活模式 而且真的如果雨下的特别大 可能就在被开始抓头了 风来了也开始抓头了 对不对 那小鸟又会来吃 你要怎么去维护 要去这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 讲的这么简单轻松 不过其实 可是值得肯定的是说 部落的年轻人如果愿意回来 用他的劳力来去换取一个 他生计上的满足 再搭配我们县政府这样的一个政策 还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方向 我相信这个部落的农业发展 或者是而且我们刚才讲的议题 半农半X 或许不见得要农 因为它会让你更有多元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只是农而已 那我相信部落现在一直在去发想 一直在去努力 在去创造说 我们除了农特产品之外 我们还可以给外面的人感受什么 这个或许也是我们原型处很重要的功课 对 原型处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计划 还是想法 部落除了农业之外 它的产业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 像在支持我们一个文创园区 云明慧它博助的文创园区 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会全部完工 那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文创的 喜欢对文创有兴趣的青年朋友 针对他们一个新锐工作室 也就是征选这些青年朋友能够来 如果他有一个有创业的概念 他可以来 我们免费进驻在我们这个文创园区里面 这也是一个创业平台的另外一个基地 在针对文创的上面 那未来我们 其实我们也在努力再去 部落的生态的旅游 文化观光 把我们的美食跟刚刚的农特色的产品 比如说小米红柳 这些全部结合起来 做一个整个在部落里面的一个产业 变成是一个生态旅游 因为我一直都认为说 其实我们这种生态文化的这个文化旅游 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可以在 在部落里面生根 可以永续发展的事业 这也是为了我们一直要朝向这样的方式去做 去做努力的方向 那因为我们这个议题真的是 太攸关我们部落这个想要 年轻人返乡务農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各位观众不要离开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街道 我们再继续跟你分享 好 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那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 可以请到我们原型处的这个首席处长 那刚好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代表我们族人很多相关的资讯 因为其实部落的人 其实对这些公共部门的资讯 其实是蛮匮乏的 我们知道其实黄建廷县长 他在第二任的时候他有特别去提到 他知道这个南回县 这个南回县 他其实相对比较重古县跟海岸县 在南回县的部分 他觉得他的琢磨没有那么深 因为当然我们也是体系县长说 因为他一开始要带动整个台东的这个观光产业 他必须要先有一个起点 可是现在慢慢已经都发展得不错了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关注在我们南回县 那南回县其实是台东一个很重要的门面 那其实南回县大部分都是排完族居多 那现在有四宝 小米 红里 树豆 还有洛神 对不对 这四宝 其实在各部落现在都是蛮流行的 尤其是金锋香 他们这个产业都做得不错 那可是像我们在南这个更南部一点 就是达人大五这一带 大概着重现在就是在小米跟红里这个部分 那我想说站在厨长的高度这个位置 你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一个想法或是建议 怎么去扶植或是说怎么去协助部落的人 在这个小米红里的这个农特产品的一个 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 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除了我们那个半农办X 青年农学实习营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是青年代根堆 还可以吸引青年返乡 这个青年代根堆是借由产销班 或是协会来去申请 然后申请一年半 然后政府去益助他们的薪资的 他们这个代根堆可以协助我们部落一些废根的土地 还有一些是我们那些从农的人口 其实老化的很严重 所以他们来协助我们这些老人家去做耕作 那他们都可以成立这个代根堆 然后也把废根的土地重新复耕 那二来也解决了我们这些 这些从农人口老化的问题 这三来其实也可以让青年返乡工作 大概有这三个部分的层面 那另外在南回区域其实 其实县长在这一任开始 他就要我们各局处其实要强调 要在南回地区做一个 有些亮点的计划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原民处里面 除了这个小米示范区计划 那我们还有遵循县长的意思 要我们去做就是把南田跟多良这两个地方 要让它产出亮点 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规划 那未来其实我们也会在 因为有一些活动 我们会搭配那个工作假期 那希望是在南回里面的工作假期 等于是借由工作去体验小米文化 体验红里的文化 然后体验我们南回地区的生态的旅游文化 来一起来 大家一起流汗一起工作 然后也带动这样的旅游 我们大概未来也会有这样的工作假期的方面 那其实在其他另外还有一个是 今年年底开始会有一个公共艺术 等于是说去打造南回区域 先做在某些区域里面做一个公共艺术 让大家成为 让南回区域成为亮点 这个公共艺术 其实我们用另外讲就是 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异象 我们要讲部落异象 你看像这个博览大道吸引了多少的客人 那其实我们在想说 是南回县这个地方 其实它或许是因为长期这个 比较没有被重视 其实它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 就是说台东县政府各局处 尤其是我们原住民行政处 可能在这个部分 希望说可以 我在这边为我们南回的族人 就是说发声一下 是不是可能赶快就更具体 动作更快一点 因为别人都在发展 我们其实我们也想发展起来 那可能这部分要请出展多多琢磨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我这边 我不知道这个跟长照有没有关系 那可能可以 就像刚才阿中有点到 我在外面赚十万块 可是都市的生活消费水平 可能是部落的两倍三倍 我赚这十万块 其实我生活也是那样而已 那如果说我回到部落 可能我变成只有三万 或者是说四万块 虽然少了那么多 可是 你在部落的消费 畢竟就不会像都市这么高 然后可能又会创造一个奇迹 老人家就有年轻人照顾了 所以这个长照 我们一直在讲 部落长照 部落长照 其实搞不好这个青年务农 跟这个长照 可以做某种程度的一个结合 那关于这一点阿中有没有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部落的人真的老人 居多 真的太多了 阿年轻人都为了要自己 为了自己也为了他的下一代 都到人口流失嘛 都到外地去工作阿 对阿所以 阿怎么样讲还是 我是觉得 回来部落是一定 一定要做的 这是 刻不容缓的工作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回来 而且我们一直在 其实有时候我们族人在外面生活阿 他会有一种相对感受到那种 不是自己家的感觉阿 那其实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 我一直在强调文化需要被实践 两个重要的元素就是 场域跟人 如果只有场域没有人 这个文化讲真的是 我们会真的是 他会濒临 濒临绝迹非常的危险 那刚好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节目 我们一直鼓励这个年轻人 可以尽量回乡 虽然你可能物质生活 你的整个生活的便利性 没有像都市这么方便 可是你不凡从另外一个角度阿 这里的空气多美 这里的生活的步调 不是你在都市可以 可以想像得到的啦 你吃的东西也好 你想的东西都是最原味 最原始最自然 而且我也相信部落 如果说就大家这种 其实我们一旦讲说 原住民主跟其他的族群 有的时候有一种差别性就是 原住民主在集体权的概念 会胜过于个人的个体权 这个就是他比较强调公众的利益 个人的利益 或许他在某种程度 他会为了公众利益 而去做一点牺牲跟让步 其实有时候这个部落 他就是有别于 我们都市化的这个社区也好 我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距 那刚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政策 要鼓励年轻人回来 那我们再创造部落另外一种 新的繁荣的愿景 或许这是一个指日可待的政策 最后是不是有两位来宾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 最后的Andy的分享这样子 那首先我们就针对处长这个部分 针对这个 因为最主要今天是要青年返乡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曾经在台北读书 也在台北工作十几年 我也曾经也因为要回来返乡工作 也有彷徨过 我相信现在的一般在 远在都市的这些年轻朋友们 当然也会有相同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 其实台东其实这几年 其实改变了非常的多 那其实整个生态也有一些改变 其实现在的工作的形态也有很多 也非常的多元 所以说其实回来台东工作 其实并不会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了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机会 那当然再以我们政府部门来讲 我们当然会努力要去创造更多的 一些让你们可以就业 创造更好的环境 让你们可以安心的返乡就业 这是大概在我们政府部门应该要做的 那我觉得是说青年朋友们 如果是说在北部 其实刚刚主持人也讲过 其实同样 也许他们薪水是比较高的 这边 可是这边的生活水平 其实我们都用自己家里种的 养的一些东西来当做我们的食材 其实是可以省非常多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解决非常多的 隔代教养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的 教育的问题 这是在我们部落里面 产生最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这个里面 我想说借由青年返乡 可以解决我们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的结构 可以更健全 也可以解决老人的问题 小孩的问题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安心的工作 我想说青年们还是 希望你们能够安心的回来工作 那我想说最后 这个半农半X 再给处长一分钟 在节目里面 你再大力推销一下 这个半农半X 我想说 借由这次这五位 我们送去拜师学艺的里面 希望能够 我们这次会有一些 推广他们 会帮他们做成录影带 然后借由这样子去做 帮他们去做宣传 那宣传了之后 希望借由他们来去做模范 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 因为今年第一年半农半X 明年我们还会要再有半农半X 让部落的族人在返乡 不管在资金上 还有他的农特产品 他种植东西 有一个平台可以销售 其实部落族人 其实我们讲说 不见得说要大富大贵 他只求两个支去稳定 我可以照顾到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小孩也可以不用离开我 我们都可以生活在一起 这个有时候这个家很核心的概念 刚好是不是就跟这个政策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契合跟结合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 那最后 宣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还是有什么想法 我是觉得 部落是大家的 部落是你的 部落是我的 部落是 就是一个家庭 现在家庭的老人家老了 没有人照顾了 我们在外面的这些游子 是不是应该要回家照顾我们的老人家 这是我的想法 就这样 那就针对工部门的部分 还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 这个工部门真的 他 我最近参加这个 宣伏这个计划 我就觉得说 怎么 好像 突然有一盆 怎么讲 吉时雨 对一盆吉时雨 突然打下来这样 然后让我这个 快要干枯的这个 花朵 小米 小米 马上又开始蓬勃发展 是是是 我觉得宣伏这一次 真的有用心在我们南回这一块 因为从以前我是没有感受到 不过 从 去年还是 去年年底 对 开始就 觉得说 哎呦 怎么好像 哎呦 怎么有突然被照顾到的感觉 而且很深刻 感觉窗户有被打开 真的 找到另外一个 对 对 好了其实喔 其实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 我们针对这个青年返乡务农 的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一直在探讨 原住民的文化的萎缩 其实真的是涉及到人口的一个移动的效应 如果说我们透过这个青年返乡 青年返乡务农 这样的一个契机 而且 处长刚才也特别也去提到了 我们不是focus在农而已 其实他也要创造其他的一些产业的平台 不管是实的 住的 衣的 行的 对不对 甚至整个部落一整套的一个体验 其实就是让我们部落能够被活化起来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最拥有的一个资偿 就是我们原住民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或许透过这个现代政策 结合我们部落传统的一种风貌习惯 我们把部落再度活化起来 东海洋之声 在这边跟你说声再见 这边 就是 大家 在这边 ro 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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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